分擾多时的0214陆传翻覆酿粮死事件 金门地检署15号宣布侦查终结 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施加荣一侦查所得证据 任被告海巡队黄信亭长及蔡信驾驶两人犯罪嫌疑皆不足以起诉 因此均或不起诉处分 那本属于这个接获海巡队抱怨之前 我们就主动分案侦办 那于昨日由主任检察官施加荣侦查终结 那认为按照侦查所得的证据 被告二人的犯罪嫌疑还没有达到起诉门槛 所以我们依法做不起诉处分 施加荣表示 经检察官会同法医及两名死者家属相验两具一体 并送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进行电脑断层扫描鉴定后 确认两名死者均为生前落水后溺水死亡 且两名死者家属对检察官及法医认定死因为溺死均表示无意见 那本件列为被告的对象 我们是把本案这个巡防艇上的这个艇长 黄南以及这个蔡姓驾驶列为过失致死罪的被告 那本件只有列黄姓庭长以及蔡姓驾驶是因为他们一个是决策者 那一个是实际驾驶者 经过相验以及把尸体送这个电脑断层扫描鉴定 认定两名死者都是溺水死亡 那不是什么其他特殊的因素 那本件经对死者家属制作笔录 那死者家属对这个溺死的原因也都没有意见 至于海巡被告黄姓庭长及蔡姓驾驶两人 从采集船体相关事件后 本案两船的船身既均未严重受损 我方巡防艇显然无故意冲撞行为 因而认定被告两人实施强制力并未逾越必要程度 因此不起诉处分 对于进入我国限制禁止水域的陆籍船舶 那海巡机关人员本来就依法可以进行检查 那对抗命不从者也可以做这个颈椎灯淋的动作 那本件因为陆籍快艇外观上就没有船民 外观上就有违法之余 而且在发现这个本案巡防 本案巡防艇之后 这个陆籍快艇就加速逃逸 这个加速逃逸的动作也是有违法之余 那并且本件从追逐一直到陆籍快艇翻覆 都是在我国的禁止水域之内 所以我们认为说海巡对他们在本案 想要去紧追并且想要登船检查 这个是与法有据的行为 这个紧追过程中最后翻覆 我们认为最后翻覆的这个结果 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说是被告恶人的疏失 所以法律容许登船检查应该是包括对于逃逸者 容许这个用颈椎的方式 然后去做登船检查 那既然是用颈椎的方式去登船检查 其实难免会有碰撞 难免会有摩擦 所以我们认为法律既然容许登船检查 容许扣押船舶这些动作 那么在登船检查过程中所发生的碰撞 只要不是恶意的 那我们认为这是法律所容许的风险 海委会表示 金门0214事件历经6个月的侦查 经金门地检署侦查终结 对海巡两位执法人员均为不起诉处分 承办检察官客观调查相关市政 确认海巡并无违法行事 对海巡人员依法行政 坚守岗位维护国人权益 海委会预请各界持续给予支持鼓励